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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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大家早 李宗盛 感謝天恩思德 給後學這樣好的一個機會 來到我們 天皇宮的 大專暑期夏令營 國學夏令營 來做一個 專題的報告 我們主辦的 林點傳師 為後學安排了一個 年輕的課題 為真理說一句 公道話 謝謝 希望後學講一些關於 見證方面的 以見證的故事為主 用事實呢 來為我們天道 做 為我們所修的這個道做見證 我們在座 很多同學們可能都是 我們道親的第二代 可或我們的父母親呢 是譚主啦 辦事員啦 甚至典團師啦 前輩啦等等的 但是呢 在 天道的家庭中成長 往往所謂 人在福中不知福 自己沒有感受到這個道 有什麼殊勝的地方 可貴的地方 有一次後學到 基礎組去講課的時候 也是像這樣子的班 有一位學生 還在讀大學 下了課以後他就來問我 他說 郭經理你說了很多這種 怎麼樣調心啊 怎麼樣解脫煩惱啦等等的 最重要是要解脫煩惱 他說我很難理解 什麼叫解脫煩惱 不了解什麼是煩惱 我說為什麼難理解呢 他說因為 我不了解什麼是煩惱 因為他沒有感受到煩惱 從小到大 在道場中成長 在修道的家庭中成長 很虔誠的 父母親都非常虔誠 所以他沒有感受到煩惱 所以他也沒有感受到 這個道有什麼可貴的 但事實上 這就是道可貴的地方 他讓你不是在災難中成長 要知道 我們是活在一個 五濁惡事之中 就是這個時代 是有很多的惡因緣的 一個人如果在修道的家庭中成長的話 簡單的說 他是在一艘法船中成長 所以他在生死苦海中 他感受不到生死苦海中的 這種巨大的滅頂的 衝擊 衝擊你身心的一個波浪 他感受不到 像後學 成長的過程中 還有看身邊的親戚朋友 這些沒有修道的家庭 沒有道的家庭 有很多 別人看得到的 或是說不足為外人道的一些 辛酸啊痛苦啊等等的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這是常態 因為我們生存在一個五濁惡事 娑婆世界 所以娑婆世界 娑婆是什麼呢 就是煩惱的意思 煩惱土 叫娑婆土 煩惱的土地 這個世間充滿了煩惱痛苦 應該是這樣才對的 才是正常的 因為你有這樣的業力 才會生長到這塊土地上 在這塊土地上 就要有很多的煩惱 娑婆另外一個意思是什麼 堪忍 另外呢你要去忍受煩惱 要忍受一切的煩惱痛苦 的折磨 比方說後學好了 後學的家庭 風平浪靜的時候 一帆風順的這種家運 不多 記得很小的時候 後學的父親 在紡織界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不久呢 就因為種種的因素 生意就失敗了啊等等的 然後就開始 沉入谷底 然後再下來呢 母親又精神分裂 幾年母親身體好一點 那弟弟又得了癌症 就去世了 小弟弟啊 非常聰明的小弟弟 得了癌症去世了 再往上呢 過了兩年 我另外一個弟弟發瘋了 又過了幾年 妹妹也發瘋了 又過了幾年媽媽死了 什麼事情都有 當然這個是後學 自己的家庭 那只是從社會的一個 小小的切片看進去 從這邊延伸出去啊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但是自從後學修道以後 家裡邊的一些災難 都慢慢的風平浪靜 這是這個道的特質 簡單的說呢 你只要修道了 你的家庭 尤其是你的家庭 有一個佛堂 那麼你就是活在法船之中 你在法船中成長 你沒有在生死苦海中沉浸過的 你沒辦法理解 那樣子一個痛苦 甚至像包括後學在內 我上了這艘法船 已經十幾年了 久而久之習慣了 也可以越來越感受到 道的一種平淡 沒有特殊的感受到那種殊生 但事實上有時候 回首來時路的時候 回顧自己以前的人生 那真是不堪回首啊 恍如隔世的感覺 好像從一個噩夢中醒過來那種感覺 這是很多真正用心修道的人 尤其是像後學這樣子 在歷經這種生死苦海的沧桑之後 再進入道場的人 特別能夠強烈感受得到的 後學在基隆天本單位的道場講課的時候 有一位沉典傳師 他是公務員 現在退休了 專心在修辦道上面 那麼他就跟後學講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生大病 然後各式各樣的災難 席捲而來 命都快沒了 受到行銷鼓勵 不到四十公斤 受到行銷鼓勵 結果去拜神的時候呢 先佛菩薩指示他 指示他呢 一條明路 叫他往中部去 結果他就從桃園一直到這個楓原來 就在楓原的媽祖廟 在那邊拜拜 拜拜的時候先佛又指示了 又指示他 後學忘了實際的內容 反正指示他 找到什麼 昌德佛堂 三四十年前的昌德佛堂 就在昌德佛堂求道 那麼求道以後 他就賴在道場不走了 他覺得好像上了船啊 賴在那邊不肯走了 飛身來上岸 記得登雲船 不肯走了 很少有這種人啊 結果人家說你應該回到你家鄉去 後來他就 又回到自己的故鄉 成立一間佛堂 哇 非常的窮苦那時候 把所有的錢 甚至賣掉一支這個心愛的吉他 然後湊起來才買了佛桌 才有錢去買佛桌啊 買一個很簡陋的佛桌 就這樣辦起道來 從此又一帆風順 一帆風順 在這個公務員的路上 也一直步步高升 官運越來越亨通的時候 他突然間呢 他突然間決定提前退休 要專心去修道辦道 甚至這個吳伯雄啊 是他的老長官 吳伯雄在這個官運不順的時候啊 還跟這個身邊的人啊 朋友啦 同事啦 很感慨的說 我要學我的老部下 陳孝天 這個乾脆呢 官不做的去修道去 你看給他留下這麼深的印象 連吳伯雄都這樣說啊 像這樣的例子呢 一艘一艘的法船 載著很多很多的道清 生死湖海中的道清 然後慢慢地走向坦途 走向一種自在解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法船是傳道的 我們有道 怎麼說我們有道呢 難道其他宗教都沒有道嗎 我們不能說其他的宗教沒有道 但是呢 不像我們這個樣子 直結根源 我們可以說呢 如果道是一棵樹的話 我們抓到的是根本 不是枝葉 所以 勇家大使講的 他說我多年以來呢 讀經月典 他是天台中的一代高僧 讀經月典 然後參禪打坐 分別明相不知休啊 他說這就像什麼 入海涮沙一樣 好像在海裡邊涮沙子 自從我到了曹西六祖惠能那裡 自從事得曹西路才了之生死不相干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呢 生死和我是不相干的 於是他做正道歌 他說直接根源佛所印啊 摘葉寻之我不能 直接結入根源 根本源頭 而且為佛所印記 名詩指點就是佛所印記啊 那麼摘葉寻之啊 摘葉子啊找知知幹啊 這個我不行 這是教門中的修行 所以我們今天傳道 傳的是中門是根本 以前的禪師講 中門和教門是有所不同的 在禪中呢 講中門和教門 中 我們時常說中教 中是根本 大中子 教呢是條木 教是枝末 枝葉 教門傳什麼呢 千萬法 所以教門中傳 八萬四千法門 叫教門千萬法 中門傳什麼呢 中門一枝葉 中門只有傳一枝葉 開啟你的正法眼 正法眼長 就是中門只有傳這枝葉 所以說呢 這個以前在宋朝的時候 有一位國師 叫做高峰廟禪師 這高峰廟禪師啊 他為什麼叫高峰廟呢 因為他以前都在高山上面修行 因為他一修行就會打瞌睡 所以他就站在懸崖上面修行 只要一打瞌睡就會掉下去 這麼精進 他不允許自己打瞌睡 有一次他真的掉下去了 掉下去就在懸崖上面呢 懸崖壁上伸出兩隻手把他抱住 是誰呢 委託菩薩委託護法 這叫高峰廟禪師 高峰廟禪師呢 有人問他 說我架沙下面是做些什麼事呢 所以你披上架沙以後 你要做些什麼事呢 一般人想披上架沙就是念經啊 念佛啦 誦經念佛 一定是做這些事啦 架沙下面嘛 我們穿的一般人的衣服 當然是做一些 這個聲色全馬東的事情 披上架沙 沒有話講 參禪打坐 讀經念佛 拜燦 禮佛 只有這個樣子 結果他怎麼回答呢 高峰廟禪師怎麼回答 他說啊 他說頂門開支眼 不必口難難 只要能夠在頂門 打開一隻眼睛 不用嘴巴難難的去念經念佛 這樣就足夠了 我們傳道也是一樣 頂門開支眼 不必口難難 今天開啟你的玄關廟教友 你就知道民心見性就在這裡 只要你能夠把心收回到這裡來 求其放心啊 把那個放逸的心收回到這裡來 自然可以具足一切福德智慧 問題是你收不回來 也不相信 也不放心 沒辦法相信說 這樣就夠了 事實上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足夠了 如果能夠真正地把心收回來 從四面八方 十足地收回來 那麼你生命裡面的潛能 會全面地被開發出來 這時候自然能夠無往不利 這叫自信一觸無事不辦 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在座很多是學生 幾年前啊 大概五六年前的時候 有一位稻親 帶著他的兒子 來找後學 他的兒子在學校裡面 是一個問題少年 他父親對他很頭痛 一天到晚在學校裡面 打架啦 鬧事啦 又跟老師對抗啦 什麼都強就是功課不強 書也讀不下 那個時候呢 帶來找後學 那個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後學就告訴他說 你家裡有佛堂 他是坦主的兒子 我說你早上呢 有沒有到佛堂 他們佛堂在頂樓嘛 有沒有到佛堂去磕頭啊 那是從來不去的 那是他爸爸媽媽的事情 我說這樣子好了 你現在開始每天早上 父母親去獻鄉的時候 你跟著去獻鄉 他說辦不到 我說為什麼辦不到 我從各種角度去說服他 他對道起了信心 但是起了信心還是辦不到 沒辦法啊 早上一想到要去獻鄉拜拜 床都不想起來了 然後從學校回來呢 熱呼呼的 還要跑去拜拜 心定不下來 心願意嘛 我說這樣好了 你每天啊 不用從明明上帝十叩手開始叩 你爸爸媽媽都拜完了 你上去拜一個 怨燦二十六叩手就好 一分鐘啊不到啊 十秒鐘啊 十幾秒而已啊 遺孕陽風照 千心跪在明明上帝連下 信授真傳 三叩手 彌勒祖師廟法無邊 復辟眾生 懺悔佛前 改過至親 同住天盤 三叩手 凡棋佛當天島錯亂 忘其祖師赦罪 容寬十叩手 南無阿弥斯佛天元 十叩手 二十秒 跟他算得剛剛好 我說二十秒可不可以 他說可以 他每天上去扣了二十秒 欸這樣子持續了 大概十幾天 不幹了 他說爬樓梯太花時間 唉 那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說好 你總要坐車 坐車子去上課 你在公車上面 手抱合同 不用抱在胸前 蓋住肚臍就好 因為抱在胸前 他會覺得很奇怪 把肚臍蓋住可以吧 在那邊坐在車上 默念願燦文叩手 可以吧 一叩再叩三叩 他說好這個可以 這個他做到了 他就是每天持續這個樣子而已 每天持續二十六叩手 但是持續喔 這個在暫定佛規裡面有提到 暫定佛規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天道地子 每天至少要有二十六叩手 這個師尊當初定下暫定佛規這樣講的 別的可以省 至少要二十六叩手 就算你願燦文不念都可以 你那個一叩再叩三叩 一叩再叩三叩 一叩再叩三叩四叩 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 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 好 早晚就這樣子而已 襯佛虽小能壓千斤 因為這個時候你收了一下心 中品沒有收心好 那個力量很大的 所以他自從這樣子 尤其是持之以恆 從此以後他就沒有斷過 二十六叩總沒有斷過 功課越來越好 心越來越收得下來 然後智慧慢慢激發出來 後來呢 兩年以後考上建宗 建國中學 然後建國中學 又開始交女朋友啦 玩啦 什麼都來了 就是書也不讀了 讀到二年級的時候 學期的時候 又跑來找我了 這沒辦法了 那郭叔叔怎麼辦呢 我書又讀不下啦 功課一落千丈 然後一點自信心都沒有 我說 你有沒有再繼續二十六叩首 早就不知道丟到哪去了 考上建宗以後就把它丟掉了 我說你現在在二十六叩首嗎 我想一想又不放心 我說不行 我說你光二十六叩首不夠了 你現在要到佛堂去獻香拜拜 而且呢 因為現在面對的是大專考試 那情況不同呢 競爭更劇烈 需要讀的書更多 我說你書讀不下 你想不想讀 他說想讀書 可是就是讀不下 我們這個在座很多同學 有這種經驗 書一打開在那邊 心思啊 胡思亂想 妄念紛飛啊 就是讀不下 書一合上 馬上精神就很好了 因為教科書本身就是一個很討厭的書啊 本身就是很枯燥的東西啊 你叫他怎麼讀得下呢 我說你已經決心要來讀書了 坐在那邊 先用三寶 書合起來 先用三寶 因為心很亂 如果你心裡很想讀書就讀 沒有關係 如果實在是讀不下 用三寶 我說你這個東西就像什麼呢 就好像啊 一塊海綿 裡面如果說已經吸滿了水 如果已經吸滿了水的話呢 這個時候他就 沒有辦法再吸收新的水了 同樣的情形 我們大腦就像一塊海綿 如果你已經吸了一大堆的雜念 妄念的話 念頭一大堆 這時候叫你打開書去吸收 書裡面的東西 根本吸收不進去 就像一塊吸飽水的海綿 怎麼可能吸得進去呢 他說那怎麼辦呢 我說很簡單 把海綿擠乾 你要把海綿擠乾 他說海綿我知道怎麼擠 大腦的海綿怎麼擠啊 我說用三寶 三寶是可以清除雜念妄念 我們傳三寶就是有這個功效在 我叫他手抱合同 默念真經 一手全觀 專心的去念 不一定要多 一句兩句三句 不要一直念 一直念到心很清靜 自己感覺得到 平靜下來 雜念被趕出去了 趕快把三寶放起來 開始看書 開始看書 你不要一直念念 念到睡著好舒服啊 那不行了 之後開始看書 看到看不下了 再把它合上 再用三寶 再用三寶 把雜念清一清再看 當然如果說很疲倦了 那要休息一下 這是必要的 如果不是疲倦 只是雜念很多 妄想很多 心浮氣躁的話 用三寶 他就這樣子開始用功了 一年以後呢 就是今年 今年跑來找我了 他說 郭叔叔 我現在開始要到你這邊來上課了 為什麼呢 他說我考上台大了 你看他考上台大了 那本來是一個 已經認為是沒有希望的 他兩次從沒有希望之中 爬到最高峰 為什麼呢 頂門開之眼 因為我們開啟了這個玄關廟橋 而且他懂得去運用它 運用這個慧眼法眼 為什麼有這種力量在的呢 因為我們把心收回來 把心收回來的時候怎麼樣呢 收回玄關 玄關這個地方啊 我們要知道 我們大腦有百分之九十幾 都沒有開發 我們只有開發到大腦的百分之五而已 百分之五的功能 剩下百分之九十幾 都沒有開發 為什麼能量不足 因為我們是用太陽能 太陽的能量 我們吸收的是太陽的能量 因為太陽呢 釋放光能下來 然後呢 又到了地球 然後再怎麼 再用這個植物的葉綠素去吸收轉換 轉換到我們可以吸收的這個能量 就是轉的不知道多少手了 不是第一手的能量 所以說我們永遠能量不足 我們今天要用能量呢 來這個操縱自己的手啦腳啦 這個還可以 要能夠去開發大腦沒辦法 那個要很很充沛的能量才夠 但是呢 現在的科學家已經研究出來了 研究出來說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每一個人體裡面都有生物磁 有一個磁場叫生物磁 這個磁場和宇宙的磁場 還有地球的磁場是相通的 宇宙之間有那個 創造萬物的一個大磁場 叫宇宙之大能 這個基督徒也發現這個東西 稱它為神之大能 神的大能力 這個大能 這個大磁場 在佛教呢稱之為如來藏 如來的寶藏 那麼這個大磁場呢 我們不曉得怎麼樣去運用它 我們覺得它跟我們是兩回事 我們覺得它跟我們是兩回事 跟我們沒有關係 太陽跟我們還息息相關 事實上不然 那個叫做先天的能量 不是後天的 太陽的能量叫後天能 那叫先天能 以前道家稱之為先天氣 不是後天氣啊 後天氣是吸空氣 進去打毒刃 如二賣 這是走下丹田 而先天氣呢 是直接灌入上丹田 上丹田是從玄關進去 一寸深叫明堂 兩寸深叫洞房 兩寸深叫洞房 三寸深叫上丹田 所以道家的修行功夫叫登堂入室取丹 但是要先開玄關 這是一般人不曉得 現在很流行氣功 氣功都是修下丹田 不是修上丹田 而上丹田一定要回光 所以這個道家提出回光之法 我們道場也講啊 回光返照 是來自呂洞賓 呂洞賓強調回光之法 光就是能量 因為以前沒有能量啊 磁場這種名稱 所以他知道有光 光代表一種能量 回光 就是光不要放出去 要收回來 這叫回光之法 所以惡目回光啊 雙目要回光 一點真太陽 真正的太陽在這裡啊 那個太陽不是真正的太陽 真正的太陽在這裡 當你把心收回這裡來 這個時候 這個科學家有發現生物池 這個生物池呢 這個磁場每個人人體裡面都有 而且它和宇宙的大磁場是相通的 只是 你不曉得怎麼樣讓它水乳交融 怎麼樣去運用生物池 不曉得 只知道生物池有很神秘的功能 不曉得怎麼樣運用它 甚至生物池的位置已經找到了 磁場是無形無相的 但磁場有一個中心點 這個中心點用精密的科學儀器 可以檢驗得出來 它在什麼位置呢 在頭骨和鼻骨銜接的地方 什麼地方 玄關 頭的骨頭和鼻子的骨頭 銜接的地方就是玄關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你把心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生物池就發動 生物池這個磁場發動以後 跟整個宇宙的磁場綿綿不絕 那這時候綿延不斷的 這種宇宙的磁場的能量呢 不斷的透過生物池 透過玄關 進入你的身心 進入你的大腦 這時候就可以深度的 細部的開發你的大腦 因此就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功能 不可思議的功能 所以在新加坡有一位 後學聽這個林檢然師講 所以在新加坡有一位 心理學的教授 新加坡大學 新大的教授 心理學的教授 心理系的教授 他就很詫異 他說他專門研究心理學的 專門在轉變一個人心的 但是他要去影響那些 有問題的人 讓他們去而向上很困難 為什麼一貫道就有這種力量 所以他為這個原因去研究一貫道 為這個原因來修道 來求道 因為我們呢 是民心見性 我們直接呢 進入你心靈的深處最深處 在你的內部 讓你的生命產生質變 不只是開發你的智慧而已 還讓你生命中 所有的美德能夠釋放出來 擴大充實 每個人都有美德 天生都具有美德的 像孟子講的 人皆有側隱之心 修悟之心 慈障之心 是非之心 要擴而充之 就是仁義理智 不用向外求的 仁義理智不是說 我讀很多的書 向外去學習的不是 而是把內在的這種美質 擴大充實 仁義理智是根於心 要把它擴大充實 擴大充實 怎麼擴大充實呢 這時候你要回光返照 要萬法歸一 至心一處 這要為精為一 為精為一 才能夠允殖倔中 中國這個名詞 從哪裡來的 尧順語相傳的時候 強調允殖倔中 要能夠掌握這個中道 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掌握中道呢 所謂中不是中間 不是騎強派 不是不倒在這邊 也不倒在那邊 而是能夠恰到好處 說話做事 思維 情緒的控制 喜怒哀樂 都能夠重結 恰到好處 這叫忠 允殖倔中 能夠抓住那個中道 恰好 人就是不知道 什麼樣叫恰好 所以就算讀很多的書 他說話還是沒辦法恰好 做事沒辦法恰好 所以會內傷幾身 外傷於人 內傷外傷的結果呢 就是一方面自己受到損害 一方面呢 結仇結怨 所以說呢 要為精為一 才能夠允殖倔中 要能夠精 能夠一 我們傳道就是傳你這個精一之道 讓你懂得歸一 尤其這個三寶 我們先講這個傳道 傳道呢 可以讓你什麼 歸一 所以這個一啊 不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這一是絕對的意思 這個符號大家都知道 陰陽 陰陽組合可以成為八卦 在中國的哲學裡面很強調的是什麼 陰陰陽之為道 中國人講道的 而道是什麼呢 孔子在《易傳》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陰陰陽之為道 一個陰一個陽 加起來就是道 陰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像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兩化 兩化就是什麼 你活在相對的世界裡面 我們人起心動念都是 厚乎吉凶啦 美醜啦 好壞啦 得失是非 成敗 都在掉在這裡面 你跳不出這個現象界 現象界就是相對的 而我們人總是活在這種 相對的現象界裡面 但是除了這個東西以外呢 陰陰之外還有有陰陽 這個陽呢講的就是絕對 不是一 這個一呢是相對於二的 也就是說呢 它是打破對待的 統合的 這叫絕對 絕對待 在我們道場裡面稱之為無極 有別於太極 太極是有兩極的 陰陽兩極 而無極是絕對的 絕對待 絕對就是一 打破兩極對待 依照禪宗來講呢 就是無念 而不是正念也不是邪念 無念是宗旨 六祖會能講啊 他說我的修行的宗旨是無念 不是正念也不是邪念 不是我整天想的仁義理智 就是 慈悲喜捨 這是正念 念佛念法念生 這是正念 那麼貪嗔痴慢 這是邪念 這邪念正念都不用 這叫邪正俱不用 邪正俱打雀啊 菩提性婉然 邪念正念都要把它打掉 這時候菩提本性才會出現 所以我們傳道過程就是一個 打掉你的一切念頭的一個過程 整個傳道儀式的展開啊 就是讓你課己腹离天下歸人 整個傳道儀式一路展開來 讓你的生命呢 進入一種邪念正念都無法停留 在座可能有一些同學聽過後學的課 知道後學求道的一個經驗 但是可能還是很多人沒聽過 後學舉這個例子來說 來說我們傳道的這種 末傳吩咐密附本心啊 我們道經時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貫道這麼好 為什麼要密傳 為什麼不公開來呢 所有的宗教都是公開傳的 為什麼只有你們密傳呢 這是我們傳統的這個樣 道統就是這樣 五祖宏忍大師傳給六祖惠能的時候 他講癡癡密附本心 他說不是我故弄玄虛啊 祖師與祖師之間都是密附本心啊 因為傳本心的時候一定要密附 因為密附就是你事先不知道 事先沒有任何訊息密不透風 這時候你才能夠什麼 你才不會起一種對待心執著的心 你不會事先知道要傳些什麼 那你這樣就起一種對待心 沒辦法回歸絕對 沒辦法回到絕對的本體 而傳道是要讓你回歸本心 本心是絕對的 本心是一的 是無極的 不是相對的 不是二的 不是因的 所以說一定要讓他密附本心 才可以讓你回到無念 無念為終 像後學求道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求道那個時候 十幾年前的時候 後學是佛教徒 剛剛在高雄圓亨市啊 受了這個菩薩戒 那時候也是以普渡眾生為職制啊 那時候也已經吃素了 吃素多年了 然後修行很精進 很精勤 結果呢聽說有一些 我們佛教的同修啊 跑去信一貫道 那個時候一貫道在佛教徒的心目中 甚至在社會人士的心目中啊 那還是旁門左道啊 那是邪教啊 所以有很多很多很不好的名聲啊 都是有關於一貫道的 所以那個時候後學覺得很奇怪 就跑去問這些佛教的同修 你們怎麼跑去信一貫道 他說你不曉得 一貫道傳這個名詩指典三寶 實在是很殊勝 我說怎麼殊勝法 我說三寶 到底他傳些什麼 三寶是什麼 他說不可說 不可說 聽了就很不服氣啊 這個時候後學就想說自己去求道 那時候後學身邊啊 一位林先生啊 他埋伏在後學身邊已經五六年了 道清就是這樣子嘛 他躲在你身邊很多年 等適當的時機要來度你 現在道清比較沒有這樣 以前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學就叫這個林先生 帶後學去求道 那當然很高興啊 他們等了五六年 沒想到自己開口了 說要求道 結果求道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後學念佛啊 功夫很結實 念佛 一般人念佛都知道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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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唱頌的 但那種佛號抓不住念頭 因為這個是農業社會用的 在工商社會競爭很劇烈啊 干擾很多 所以你那樣子念很容易又失念 念佛要得念不能失念 念頭要抓得住 要得到這個念頭 所以那個時候後學發明一種念佛法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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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功夫成片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念佛不用故意去念 佛號呢自動會跑出來 這叫功夫成片 好像呢幾點成面 就要打成一片 一般念佛是點 偶爾念一念 一點兩點 跟芝麻一樣 那麼後學那時候念佛已經成片了 好像幾點成面了 那個點已經集成一整片了 這叫功夫成片 所以念佛的功夫很精準 很有把握 所以那時候不怕 不怕什麼一貫道耶 邪法等等的 我只要念佛 不用念出生來啦 默念佛號 念著念著呢 這個這個所有的邪法都可以吹破 這叫一正壓百邪 因為我最正念了 很有把握 所以那時候後學求道 求道的時候呢 整個傳道儀式展開 我一直在念佛 阿彌陀佛 默念啦 反正求道的人不只我一個 大家在那邊鬼混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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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能念出生來啦 那時候心裡的理想是 我念佛一直念到最後呢 咦 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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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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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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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這個 理想是這個樣子 念佛我念頭很抓得住啊 一直念到什麼呢 我還一直在利潤的時候 利潤的時候我還在念佛 人家是得道以後 誠心抱守 實心懺悔 我是得道以後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時候還在念佛 後來過了大概幾分鐘以後 突然間有人跟後學講說 恭喜恭喜 郭先生你得到了 我站起來有一種 很茫然恍惚的感覺 一種很強烈的空虛感 失落感 不曉得為什麼 後來坐下來聽三寶 為什麼有這種強烈的感受呢 聽了大概五分鐘 突然間想起來 阿彌陀佛不見了 阿彌陀佛什麼時候被逐出腦海 自己竟然不曉得 無念為終 念佛應該是正念啊 一般人只是雜念進來 所以被趕掉了不曉得 因為念頭太雜亂 被清掉以後不曉得 不自覺 而後學是被清掉了 因為是正念被清掉 所以有感覺 而且被清掉的時候也不自覺 如果有自覺就表示還有念頭 被清掉是在什麼過程之中 被清除掉的 都不曉得 這叫邪正俱打雀 邪念正念全部給你打掉 菩提性婉然 這時候才叫明心見心 菩提本性才會出現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傳道 為什麼能夠超生了死 就是因為你曾經呢 你曾經在傳道的過程之中 完全進入一種清純的無念 當然你得到以後 如果誠心報仇 還是可以回歸無念 你回歸無念的同時 就可以和十方諸佛融合成一體 所有一切的佛菩薩融合成一體 無惡無別 沒有差別 有一些科學家有做這個實驗 就是說一些進入什麼 聖身禪定 或者瑜伽喪失 進入一種冥想之中的時候 他們所謂冥想不是想東西想起 冥想就是說 進入一種完全澄清 心靈沉靜的狀態的時候 你要知道 我們人的大腦啊 有七條腦波 七條腦波 因為念頭很多 所以就呈現七條腦波 而且不規則的 不規則的腦波 那麼七條腦波想東想西 有的頻率比較規則 所以表示他心念比較定 但都是七條 而如果說進入什麼 冥想禪定的時候呢 這時候在儀器上面顯現出來 是七條腦波會融合成一條 要歸一 這叫萬法歸一 七條腦波變成一條 變成一條以後 這個時候呢 這個太空科學家研究啊 在整個宇宙之間 浩瀚星海之中啊 有很多呢 很多電磁波 這些電磁波呢 它整個波長 還有它的那種 波的那種形狀啊 就跟這種七條腦波 融合成一條的時候 非常接近 這個時候 科學家就大膽地假設 認為呢 有很多偉大的 這種修行者 他們去世以後啊 他們的肉體已經損壞 可是他們的腦波 還是以電磁波存在 而也是七條融合成一條 然後存在在宇宙之間 而這個時候呢 只要你說 修行進入一種七條 成為一條的狀況的時候 腦波融合成一條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所有的這種 宇宙之間的這些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 還有存在的這些電磁波 全部跟你產生感應道交 這個在禪中講 與十方諸佛同一個鼻孔出氣 這叫天人合一 而我們傳道傳你的 就是這個東西 你只要能夠一手玄關 這個時候無念 因為無念 所以歸一 為經為一 我們剛才講 為經為一 允殖倔中 為經為一 這時候七條老婆變成一條 這時候十方諸佛同身一手 跟你攜手同行 所以才能夠無事不辦 什麼事情 都可以處理得恰到好處 得心應手 像後學有一次到新加坡去的時候 在講課的時候有提到 自信一觸無事不辦 心要處於歸一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呢 這個道就是一 所以老子講啊 聖人報一為天下事 為天下人的楷模 聖人就是因為能夠報一 所以他能夠為天下人的楷模 孔子也這樣講 孔子除了講 無道一以貫之以外 還講什麼呢 有一次他跟子貢講 他說次也 他說子貢啊 你認為我是一個 博學多文而強技之人嗎 因為他知識太豐富了 沒辦法想像一個人 可以腦中裝了這麼多的東西 這麼聰明這麼有智慧 這麼博學 子貢本身是一個博學多文之人 子貢說是啊難道不是嗎 他講孔子一定是讀很多的書 見聞很廣博 而且呢都強技在腦海中 沒有流失掉 所以才會成為一個聖人 結果這個孔子說非也 孔子說錯了你錯了 他說無一以貫之 他說我是用一來貫穿一切 而這個一呢 不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就是為經為一 這個東西呢就是道 人者見之未知人 智者見之未知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 一個人者看到以後 他說這就是人啊 因為當你皈依的時候 慈悲心就會出來 一個智者看到的時候 他說這就是智慧了 因為當你皈依的時候呢 你的智慧會流露出來 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一般老百姓呢 是不是跟這個完全沒關係呢 他時常在用到它 他時常會用到它 他時常會用到它 他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都會用到它 碰到困難的時候 都會用到它 突然間碰到打擊的 甚至路上走路啊 踢到石頭 都會用到它 在路上走路啊 想東想西 踢到石頭 啪 因為你會踢到石頭 表示你在想東想西 踢到石頭腳痛啊 這時候你的心會 從四面八方先收回玄關 所以說 你踢到石頭 一定眉頭先皺一下 哎呦 然後再彈出去 先收回這裡 才從這裡出去 這是必然的反應 眉頭皺一下 你不會說皺一下嘴巴 絕對不會的 一定是皺眉頭 尤其我們人碰到困難的時候 百姓日用而不知就在這裡 碰到困難的時候 都會用到玄關 碰到困難的時候 眉頭自然會皺起來 這要用到本性 無處可求的時候 就求到玄關 必然如此 或者你想要把一件事情 做好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玄關 這叫百姓日用而不知 你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 一定要用到玄關 比方說喝茶 這個茶呢 我們時常心不在焉在喝茶 所以喝不出茶的味道出來 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 可是呢 你如果專心要去喝杯茶 好好的喝這杯茶的時候 你看 注意我的肢體語言 茶杯提起來的時候 心會從四面八方收回這條線上 然後隨著茶杯慢慢靠近 心就越來越靠近玄關 有沒有 然後水入口了 眉頭皺那麼一下 還要品茶 沒有那麼一皺不叫品 那麼輕輕一皺 要品茶 品得出茶味出來 喝茶人人都會喝啊 要品茶要用到玄關 日用而不知而已 後學到新加坡去講課的時候 講到這一段 下來以後呢 有一位那個書法家 高雄書法學會的理事長 劉老師劉教授 他剛好吃飯的時候 跟後學坐在一起 他就講說 哎呀國經理啊你講對了 他說我寫書法寫了幾十年 真的寫出門道以後啊 哎 每次寫書法的時候 只要這個字寫的好 我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這種感覺我一直沒辦法去形容 現在知道了 就是首旋 就是筆拿起來之後 意念就在這條線上 非常的凝聚 而且玄關有一種重重的磁場的感覺 有種磁力的感覺 好像玄關有一種磁力啊 一個磁力線把這個筆提起來 落下去 控制的恰到好處 叫允職倔中 書法人人會寫啊 要寫出門道出來的話 要成家 要成為書法家 你要用到玄關 畫畫也是一樣 音樂也是一樣 都是這樣 你要聽音樂 你專心聽的時候呢 一定心念是在這裡的 做任何事情 當你專心的時候 要為經為一 當你很專注的時候 意念一定不會離開方寸 而我們只有點的用它 我們只有偶爾 偶爾用到它而已 就可以說把一件事情做好 如果你念念不離的話 二十四個小時 能夠念念不離的話呢 可以掃除一切的妄念 現出你的佛的本來面目出來 所以回光返照者 當體如來尊 一個人能夠實時念念 回光返照的話 當下就是如來 就是佛 但是我們做不到這點 只要能夠呢 頻率增加就好了 時常使用 時常運用本性 時常運用本性的話 你就越來越接近聖閑 可以遠直居宗 做事可以恰到好處 做話可以恰到好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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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厲害 謝謝